众所周知,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,每个朝代的君王对自己的称呼都不一样,而在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,许多君主便不再有自己的称呼,而是统一所有朕来代替至高无上的权力,这对于做上皇上之后的人来说,朕便是身份的象征,周朝无帝为王,王者自称姑,因有帝心是独生子,意味着天下之大,无人可争。 自己独享这万人之上的皇位,便永孤自称,秦始皇自称寡人,在他未登基时,因为深爱义女子,无法自拔,在那位女子死后,为了纪念他,便自称寡人,而在秦始皇登基之后,他便将寡人改为了朕,这是何意?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,中国存在着多边力量的博弈,华夏大帝分裂为多个诸侯国,各国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,不断地进行权力争夺,在这样的一个制衡体系下,各国君主自称寡人,这既是谦逊的体现,也是政治权谋的展现, 因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,君主需要依靠贵族来维持统治,所以表现一定的谦卑是必要的政治手段,学者们将这个时期描述为特权制衡体系, 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,权力制衡,诸侯国之间既竞争又制衡,既合作又对抗,这种动态平衡构成了先秦时期政治的主要框架,为国一鸣惊人, 从默默无闻到国家强盛,在战国时期,有一个国家在众多诸侯国中脱颖而出,那就是魏国,魏国曾经不是强国, 但是李亏变法,及其后继者的政策实施,让魏国国力迅速增强,他们积极推进国家制度的改革,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, 努力积蓄实力,以图争夺天下的霸主地位,与此同时, 秦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加强中央集权,废除分封制,并大力开拓领土,一度成为战国七雄的领军者, 这两个国家的崛起,预示着一场激烈的权力争夺战,即将拉开序幕,年轻的嬴政,拥有超凡的才华和不羁的野心, 他是秦国的未来,是大公子,也是未来的君主,在他父亲和祖父的领导下, 秦国的发展日益兴盛,嬴政也在这样的环境里,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理念, 他的智慧和早熟在13岁的时候便让他接替了兄长的位置,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。 多年的历练,使他对权力的运作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, 他立志打破现有的制衡格局,实现中国的统一,他是秦国的希望,是未来的大一统者,他名叫嬴政,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,凭借着卓越的领导力和远见卓实, 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伟业,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, 他成功地消灭了韩兆燕卫楚齐等六个国家,建立了一个空前的中原帝国, 被历史尊为始皇帝,在他的治下,中国实现了货币,文字和杜梁恒的统一, 极大的推动了华夏大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。 可以说,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强大,离不开秦始皇的伟大贡献, 嬴政在立即一栏中,强制征用了数十万的民工去修筑长城, 阿旁公和始皇陵等,由于工程规模庞大,导致许多人丧生, 社会民怨沸腾,嬴政在世时,他的威望能够压制民怨, 然而,在他死后几年,庞大的秦帝国被起义军打败。 除了大规模的工程外,秦始皇在自我称呼上也丝毫为松懈, 选择文字和词汇都经过深思熟虑,众所周知, 秦始皇被称为始皇帝,这是春秋战国时期, 统治者对自我称呼的重视。 从早期的侯到后来的公,再到后来的王, 这一变化象征着权力的提升, 在与这个时期有关的电视剧中, 统治者的自我称呼通常是寡人, 寡人在现代看来可能不是最好的称呼, 但在当时却是独一无二的, 非常尊贵,象征着一国之王, 秦始皇在建立秦帝国后自信心爆棚, 感觉寡人已不足以匹配他的地位, 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新的称号, 他最终选择了三皇五帝中的皇和帝, 并将其合并为皇帝, 象征着他超越了这几位先贤。 为了区别于后续的皇帝, 他还在皇帝前面加上了始字, 以为第一位, 自此,始皇帝应运而生, 如今,人们谈到始皇帝, 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嬴政, 可见这三个字的影响力至今犹在, 除了始皇帝,嬴政还为自己特地取了一个字, 那就是朕,在很多电视剧中, 我们都能看到皇帝称呼自己为朕, 那么,为什么嬴政会选择这个字呢? 原来,在最初的时候, 朕这个字非常普通, 甚至可以说像现在的你, 我,他一样普遍。 普通百姓也常常使用, 二百四十六年前, 年轻的嬴政三十岁时, 荣登秦王宝座, 开始贯彻自己宏伟的蓝图, 他运用铁血手段, 击垮六国, 终结了那个制衡博弈的时代, 在历时十余年的战争中, 他领军秦军, 逐一消灭韩、 赵、魏、楚、燕等强国, 最终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, 他成功击败最后一个对手齐国, 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大议统, 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, 一个时代的落幕, 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来临, 在即位后, 嬴政正式更名为秦始皇帝, 他废除了分封制度。 推行郡县制, 以强化中央集权, 在文化方面, 他推动了文字, 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, 连接修建长城, 彰显新兴帝国的威严和气势, 由此, 一个辉煌壮阔的新时代正式开始, 中国进入封建帝制的新纪元, 面对全新的时代, 秦始皇作为开国皇帝, 也在思考如何重新定义皇帝的角色和形象, 以展现这个伟大时代的意义, 在统一六国之后, 他意识到, 寡人, 这个传统称号, 已经不能充分代表他的地位和成就, 毕竟, 他已经超越了诸侯的地位, 是这个历史性变革的缔造者和开创者, 需要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身份象征, 寡人之称, 不过诸侯之谦, 朕今日之功过, 当有所别, 秦始皇这样宣誓, 于是, 他决定放弃寡人的自称, 改用朕, 这个更为庄重的词来称呼自己, 这一举动, 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皇权全新定义的开始, 使皇帝统一以后, 如果能够与民修西, 清摇伯父, 恢复生产, 肯定不会二世而亡, 也不会背负暴君的名号, 错就错在, 他言行俊法, 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当工具, 不顾他们死活, 假设一下, 你就是秦朝一个普通老百姓, 突然一天, 就让你全家去修长城, 修宫殿, 而且九死一生, 家破人亡, 你会怎么想, 千千万万的家庭都没了, 在人民眼中他不是暴君, 谁是啊, 历史已经过去两千年, 我们现在这些打工人, 仅仅九九六, 就已经抱怨不已, 又怎能想象, 当年秦朝人民遭受了何种苦难, 秦始皇他还是太执着于, 在自己死前, 完成自己心中的宏图伟业了, 为此连续多项大工程, 北竹, 南征, 修长城, 建工事, 春秋战国打了几百年的仗, 应该做的是修养民力, 但是秦始皇做不到, 即使他没有伟业也不行, 因为秦国本身就是战争机器, 在商样变法时, 就定好了要么务农, 要么从军, 社会晋升通道, 只有军功绝, 别说什么扶苏即位就可以休息, 阿登纳去当纳粹德国元首, 就没有二战了, 所以秦国在战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, 一方面是秦始皇本身的愿望, 一方面是秦国制度使然, 然而天下毕竟刚统一, 还是分裂了几百年的战国, 文字思想都相差极大, 就像弹簧一样, 本身就阻力巨大, 还拼命压, 秦始皇一死, 无人能挡, 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说, 秦始皇死后应该是扶苏继位, 至于说扶苏多有名, 陈胜吾广起义都用他的名号, 如果秦始皇没有死的那么, 突然顺利让扶苏继位的话, 大将蒙田就不会死, 陈相李斯也不会死和一系列人才, 赵托也不会起二薪, 至于说农民起义的话, 说实话, 覆灭秦国的其实是六国遗族, 就算是秦二世一系列迷之操作, 农民起义也是被镇压了, 如果没有项羽这个挂逼, 带着两万人破釜陈周秦也不会二世而亡, 我们评述历史人物, 很容易犯一个错误, 就是英雄史官, 总是讨论帝王将相, 恐梦圣贤, 却忘了我们自己只是凡夫走卒, 凡夫俗子, 只讨论一两个庙堂人物, 而忘了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, 其实这些黎民百姓才是历史的主体, 维吾史官在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, 会着重讨论两个关键点, 是否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力进步, 是否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。